聽人家說 女人為了青春孟美會拜這個神仙 聽人家說 拜這個神仙要跳脫煙霧 為了適相, 犧牲適相 你們聽誰說的? 不如今晚一起聽師父怎麼說吧 好, 歡迎八十二台的嘉年觀眾 支持我們直播零接觸 你知道我梁蕭最喜歡有反應 大家多點反應的話, 我又會多點反應 可能我開心, 會多點送禮物 所以大家多點反應 是, 村長, 做這個節目 我簡直有一種感覺是在出商量 因為我作為一個新手道士 所以每一集都可以跟不同的師傅 可以偷師 好像每一集都會把錢放在我的袋子 TVB不用出商量給你了 那又不是很好 如果大家想繼續支持Jojo出商量 逢星期一, 星期二, 九點半至十點半 直播就可以找到我們 除此之外, 都可以去賣TV Super 裡面的TVB Plus專區 看看我們的精彩內容 還有我們師傅給我們的開運貼士 好的, 既然這麼有反應的話 也看看黑白無常有什麼得著 兩位美女 大家好, 我是黑無常湯之恩 我的得著就是我的中文 多了很多傳統風俗文化 對, 可以登入我們賣TV Super的討論室 進來多點跟你聊天, 玩Hemoji 再多點跟我說中文 等我中文再更加聰明 好, 我因為平時上學 就要很專心地聽老師說話 不過做這個節目 我可以聽你們說鬼姑之外 我還可以同時跟觀眾聊天 所以我覺得很開心 大家記住要多點跟我們互動 我們就可以更加幸福了 謝謝村長, 報告人 新互動體驗 大家可以一邊看電視 一邊跟我們聊天 好, 大家只要多點反應 我剛才說了 很開心, 自然多點禮物送 大家留意著 我也會請多點不同的嘉賓 上來跟我聊天 好, 馬上 我最喜歡的環節, 音訊 今天這宗音訊很棒 我可以用四個字形容 就是這個細絲極孔 但這個絲不是絲巧, 是SEE的絲 看得也覺得很害怕 讓我讀個標題給大家聽聽 對, 就是這個 神秘畫作, 遭兩度退貨 鼻嘴酒的油畫, 令人著魔 話說在英格蘭東南部有一個女子 她早前在二手店買了一幅 少女肖像的油畫 買的時候店主已經提醒她 就說這幅油畫曾經被人退回來 因為懷疑她被詛咒了 但這個女子沒有聽到 就決定把油畫帶回家 之後竟然頻頻出現怪事 例如這個狗狗會不停 對著一幅油畫在廢 而她六十八歲的媽媽 就經常好像著魔一樣 不斷地看著一幅油畫 又不停地摸這幅畫像 少女裡的臉上 後來這個女人覺得很不對勁 很想把它淨化 於是把這幅畫放在一個 有薯尾草的盒裡想淨化 但竟然遭到她的媽媽極力阻止 然後她覺得搞不定 所以就把這幅油畫退回家店 更離奇的是 她竟然退回家後 她經常忍不住 很想回到店舖 繼續看這幅畫 這幅畫就像跟她說 快點再把我帶回家 真的很恐怖 我剛才看那幅畫 我也覺得有點恐怖 真心有點恐怖 為甚麼?因為她的表情還是… 是一種陰森的感覺 其實為甚麼村長… 因為也有很多人說過 她說一些人形的東西 或者是一些有仁養的 有五官的東西 公仔、畫像都不適宜放在家裡 因為她說很容易會有靈體進去 就是招音 我們在風水角度就招音 除了畫像是自己的家人 你騙外的那些 你不認識她的 你放在她家裡做甚麼 人形的東西都不要放在家裡 因為這樣會招音 但是不僅是人有五官的 可能動物也有五官的 動物的畫像都不要隨便放 你也要配合自己的家人的生肖 才行,是嗎? 是的,動物 其中有一隻動物 自古以來人們覺得 這種動物 又有機會變為人 又有機會變為妖 甚至變為精 就是我們今晚的題目 大家很有興趣 看看題目 如果要一個變心的男人 離開她的狐狸精 唯一的辦法 就是要令她知道 這隻狐狸精有多差 小小,你在做甚麼? 求道問法有甚麼好 不如來和我們一起玩玩吧 你看我們每個都這麼漂亮 難道你一點都不心動嗎 狐狸一定是精、一定是衰 人也有很壞分 那狐仙有分嗎 狐仙,究竟她會迷惑你 還是其實她正在幫助你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說狐仙 很多人有興趣 甚至是娛樂圈 這件事真的很神秘 對,當然要請出我的嘉賓 研究了狐仙很多年的一位師傅 就是林千博師傅 我們有請林師傅 大家好,歡迎 大家好,師傅 師傅好…歡迎… 你好… 林師傅跟我合作無間 但是很多年… 請坐… 都不肯出電視 因為她說,現在真的給我面子… 師傅好,現在79歲了 很精神,你是不是因為放了狐仙 所以眸眸氣中,容光緩發 真的不知道 但是你怎麼都不像80歲 還沒搞,只有79歲 是,你跟女人一樣很介意 差一年… 我想問問林師傅 我認識你很多年 但是為什麼你會研究狐仙這件事 剛好我們在江西龍虎山 就知道她有個狐仙角 狐仙角 她是供供狐仙的 因為覺得挺好玩 那時候她也沒什麼思想 覺得很有趣 可能會漂亮,會保佑 是… 第二次叫我徒弟做了幾個 回來分,就是那個像去那裡請 意思是…你知道,有這些東西可以 是… 就請來香港 不是,當然我們有方法請她來香港 帶小奴婦,在那裡拿小奴婦 拿酒帶回來 所以想自己供奉 是 後來剛才有個學生寫了一本書 那些廟宇 是 寫了我的地址電話在那裡 我們公司 跟著… 人們可能覺得好奇 是 這個電話、那個電話 後來索性就開放給她 就變成了香港的第一間狐仙攤 是 原來如此因緣際會之下 師傅…我又很想問一下 因為普羅大眾 很多觀眾都很想知道這個問題 就知道你對狐仙很熟悉 但很多人都會想問 究竟狐仙和狐狸精是否同一件事 可不可以替我們解答 那又不可以同一件事 狐狸精在你口頭上 例如做小三 勾人老公 那些叫狐狸精 狐仙是一位仙家 雖然未至少上到天 但是他有法力 他希望再收就會成為上面的神仙 林師傅 因為我知道你的狐仙堂裡 有很多狐仙醬 原來狐仙醬也分了很多種 不如介紹給大家看看好嗎 有, 所謂叫狐族 是, 包括大家看到的 白起梅梁梁梁 白起梅梁梁是因為 通常人們都是求靚的 大家最熟悉的就是這邊 九尾玉麵仙菇 也是大家最多人看到的 一個狐仙的標誌 拜人緣、拜靚 拜得比較全面一點 是 另外就是白狐財神 一聽名字就知道了 財神, 求財 是 還有一件事, 它是藍狐仙 是, 所以男人和男人 如果想有姻緣, 拜她也可以 事業也可以 事業也可以 還有就是狐仙娘娘 狐仙娘娘就是最老派的狐仙 修行 修行了最久 所以是最全面的 另外還有狐三太奶奶 大家看到了, 另一張照片 看到了, 中間的就是狐三太奶奶 原來是求什麼呢 求小朋友乖一點 聽話一點, 學業好一點 還有, 如果懷孕了寶寶 希望祝平安 求平安 還有兒子聰明, 靈利一點 還有旁邊的就是狐三太爺 幫人消災解難 另外那個就是黃仙 是不是就是黃鼠狼 是黃鼠狼 是… 他也是東北全港 是… 很大的家族 我這個問題是替Jojo問 是… 以他的外表 你覺得哪個可以幫到他最多? 狐仙 他這麼漂亮 不用狐仙幫他, 救得很漂亮 謝謝林師傅 你要攻擊我嗎? 我也想替Darren問 Darren在錢財方面, 他很求財 可以拜誰比較好呢? 藍狐仙 藍狐仙 財神, 藍狐仙 但他結婚了 他很難再跟男人的姻緣 我替他老婆問… 你知道Darren很尷尬 你花錢給你老婆嗎? 你老婆有錢, 他有錢 是, 如果我是老婆 譬如我替他老婆問 譬如Darren, 我很怕他外面 黏花野草 你知道Darren很英俊 很多女生都很喜歡他 可以拜哪個狐仙 讓我老公聰明、聰明、乖乖的 現在拾到我老婆那口 是… 拾到我老婆那口 拜哪個? 白喜梅娘娘 白喜梅娘娘 是, 因為他叫全能 你知道我現在幫家庭觀眾問嗎? 是 因為娛樂圈很多人說拜狐仙 也有些人演狐仙而爆紅 待會回來就有這位嘉賓 我會請來葉子薇 大家是不是很久不見呢? 稍後見 歡迎…大家回來直播零接觸的現場 大家多點互動, 多點留言給我們 看看黑髮無常那邊有什麼留言 MyTV Super這邊有人問 坊間有狐仙玉, 是否人人都戴得呢? 狐仙玉, 是否人人都戴得呢? 師傅 狐仙玉 玉 玉, 玉 玉, 這個沒問題的 是, 反而你有些… 就是別的國家, 不是中國 有些…它是狐仙的佛牌 但它們做得很漂亮的 是 比我們中國也漂亮很多 但那些就最不好戴 為甚麼呢? 因為它… 你想想, 泰國是熱的地方 是沒有狐狸的 何來狐仙呢? 就是不合邏輯 不是有機會變了陰牌嗎? 它就直接把零進去 那它就有法力了 好, OK 最後不要放了 好, 我們Facebook這邊 有Jessica LeeBB 她想問狐仙其實跟蜘蛛精有甚麼不同 它們有看西遊記 是, 蜘蛛合 是 因為狐仙是仙, 豬精是精 一個是鮮, 一個是妖怪 OK 就比你說狐妖又不同了 OK 一個好的 分別是吸數 吸數 不同的 明白 不同的程度 知道 好了, 多謝八無常 大家可以繼續留言 因為有機會可以玩我們的遊戲 對, 也可以得到大家很喜歡的 開運水晶氏主義 開運水晶樹之餘 也可以得到七色花茶的淨身包 由張森芬師傅精心挑選 問題馬上有 好 今天的問題就是關於我們的Darren 就是, 大家猜猜 如果Darren去拜狐仙的話 他會希望狐仙保佑他甚麼呢 A, 成為菜神 B, 成為男神 Darren 好, 提示, 有錢固然是好 但有些錢是買不到的 所以我希望狐仙可以保佑我這件事 祝大家好運 好, 馬上到我們賣TV Super 玩遊戲留言 多點來, 多點來, 密點手 江湖傳聞, 你知道 娛樂圈很多江湖傳聞 你上網看 原來演狐仙紅的人有很多人 一演這個角色就紅 一演這個角色就紅 包括有周迅, 演狐仙就爆紅 好 接著有李冬玉, 一演藍狐仙也紅 還有… 還有… 日本的新藤為美 一演這個也紅 我今晚這位嘉賓也是 原來他演狐仙之後爆紅 很多人說他傳聞他有拜狐仙 不如親自請他出來問他 對, 我們有請葉梓眉 你好, 梓眉姐姐好 梓眉姐姐好… 你好… 校妹…你好 你好… 請坐… Amy, 是… 你站在這裡, 你別動 你怎麼可以保持得這麼漂亮 師傅, 你好… 你的腰有多少寸, 二十二嗎 二十一吧 二十一吧 二十五 很厲害 謝謝… 你真是… 為何這麼厲害 對 可能骨骼問題吧 不是說我先拜狐仙吧 對 待會自有分曉 Amy, 最近我經常看你的臉書 你看你的網上那些 對, 我看你去很多派對 你打算復出嗎 復出…如果有好劇本 為什麼不讓自己發揮 但是現在出來見朋友 是很開心的 是嗎 我看你去派對, 去得很開心 大家一起開心 是… 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而且難得你保持得這麼漂亮 多點出來見人 謝謝… 是 是 梓眉姐姐, 我也很開心 你今天可以來到 因為昨天我特意看你以前拍的電影 原來你在那部電影裡 你扮演一個八湖的神仙 是 那時候你有沒有說 我都知道要扮演這個神仙 然後特意去做功課 是 是否說我 是, 廖齋 廖齋, 你是演這部爆紅 你知不知道應該是1990年了 是 是34年前 是 這麼久的事, 如今次你找我上這個節目 我才知道我是狐仙化身 是 是, 我一直… 狐仙是通常選美的女藝人做的 但我不知道我拍這個療齋是狐仙 你自己不知道? 我想我這麼久忘了 是嗎? 你這次提醒我, 再多謝你 不是, 你在網上搜尋 現在你知道是網民 還要搜尋演狐仙爆紅的人 剛才我剛才說的 接著就有葉子味 現在我記得應該是狐仙 是… 但我不是說為了拜狐仙漂亮 對嗎? 你本身也漂亮 雖然你忘了之前做了狐仙 但你自己本身信不信這些事 或是拍攝的時候 有些奇怪的事情發生嗎? 沒有什麼奇怪的事情發生 但如果說靈驗的事情發生 我記得我在2013年 2013年也接近 2013年是我姐姐的老爺, 過世 她叫我去寧堂 她一定要去, 親戚才去 然後有一個唐官對我姐姐說 她說你妹妹有三隻小朋友跟著她 是真的, 是真的嗎? 是, 她說有三隻小朋友跟著她 她說不過她看不到東西 我們看到的 然後她告訴我姐姐 我姐姐就跟我說 我當然害怕, 是嗎? 然後她跟我姐姐說 不要緊的, 你找我們化解 就是法師, 她會搞定的 幫我做法師 然後我認識朋友 我沒有找到她 找了我的朋友 幫我幫師傅, 幫我搞定 怎樣呢?幫我燒一些東西 幫我放生 然後我自己覺得是心安理督 但是我問師傅… 做完之後, 我就問師傅 你要替我放生什麼? 她說我替你放生了小鳥 然後, 幸好 她說你以後不准吃雞 是 是不是這樣? 不是…不准吃小鳥 不是, 雞… 雞…雞… 雞… 但是幸好我跟她說 幸好你放生小鳥 因為我出生… 放生魚 我是不吃肉 是嗎? 我是… 因為我媽媽說我很有趣 一出生, 一吃東西 就是吃粥 一吃東西, 什麼肉都不吃 很有趣 你這麼多年來吃素 不是, 我吃海鮮吃魚 我跟師傅說 明白… 幸好你不是放生魚 放生魚 我只喜歡吃魚, 變成我沒得吃 有多特別 這個真的挺靈異 有一件事, 既然你上到來 我要第一, 幫你平反 又或者踢爆你, 是嗎? 好嗎? 網民就說你 這麼多年能夠這麼紅 可以這麼多男觀眾喜歡你 就說你拜狐仙 好嗎? 是嗎? 你自己不要說 因為師傅在旁邊 師傅, 好嗎? 你先看清楚 胡仙堂 你看清楚葉子味 他有沒有拜過狐仙? 又不是太相似 是不是? 太相似 為什麼這麼說?師傅 因為通常拜狐仙 有些會戳眼尾 有些感覺上會比似拜 但比似補的 即是會是… 戳眼, 眼睛戳 但這樣, 但他一出道 迷惑很多男人 他很漂亮 沒錯 證明不用拜狐仙 就是胡仙, 是嗎? 這就是自信 有自信就行了, 不用胡仙 師傅, 看完我, 我又看你 看? 看你? 師傅… 突然叫林師傅 像我一個很好的朋友 誰? 像是尹光 尹光, 像是尹光 好像是尹光 像是尹光 沒有你的照片 是嗎?因為他… 好像是 又變成光B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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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可以的 是啊 你也可以叫做博B 是呀… 知不知道唱歌嗎?師傅 是呀, 你唱一首… 我不懂唱歌 你唱一首荷里活大酒店來聽聽 如果積聚, 坦白, 還是好聲音 也好聲音 扭連聲音也相似 相似吧? 相似的… 你說了我就覺得相似 對, 相似的… 我知道很多藝人都喜歡拜狐仙 是 但其實還有什麼行業 或者什麼類型的人 都喜歡拜狐仙? 也不是很多 譬如有些你做經紀 即是靠口韌飯吃 推銷、保險 除了藝人之外 有些剛出道的歌聲仔 是 出道的, 為何要歌聲仔才拜呢? 我明白 即是不紅 不紅 不紅 即是拜了就會紅 對, 拜了就會紅 是 有沒有一些偏向的? 我聽說一些偏向的行業 都會把這些? 那些有點風塵味 是, 又沒有這些? 有, 有…多了 阿兄, 就算有些靠這件事賺錢 也有 剛才Amy, 我們在廣告時間 林師傅說了一件事給我聽 是? 既然是, 我也要說 他說原來圈中有一個人 真的拜狐仙 是的… 但他真的漂亮 我都覺得他漂亮 很漂亮 當年最紅 是, 當年最紅 我聽到之後, 很震撼 當年最紅是紫微姐姐, 好嗎? 是 我最喜歡紫微姐姐 是, 紫微姐姐紅 但他比紫微姐姐早一個界別 即是再早一點出動 再早一點 但他原來…你想知道是誰 我當然不能說 是嗎? 不說真的 原來… 想有些提示 因為他證實他拜, 我真的相信 因為他一看他, 就知道他拜了護仙 眼緻嗎? 怎樣都看到, 他不眼緻 他不眼緻, 他漂亮 因為他現在的年紀大了 但他仍然保持他漂亮 是… 真的… 他仍然很正氣 證明是拜狐仙, 不是邪氣 不是的… 不是的, 正的 其實我也是想了解狐仙 真真正認的… 身分 也不但來 我想家庭觀眾和葉梓薇 都很想知道狐仙更多資料 當然, 休息回來之後 我會繼續我們的直播靈止錄 見面 歡迎大家回來直播靈接觸的現場 我們現場氣氛很刺激 然後問了很多, 不告訴大家 不過可能我突然會告訴大家 好, 看看黑白無常那邊 有什麼留言 我們這邊的留言都很刺激 其中一個網民, Eddie 他就說, 當年葉梓薇正到是所有男人的情人 而且還要是所有女人的敵人 立刻留言 是, 女人的敵人 我們買TV Super這邊的Tiger PP123 她說她以前去狗狗公園放狗 經常見到葉梓薇姐姐 說她很好, 大家有說有笑 是的, 很友善的 Amy 謝謝… 既然如此 Amy, 你友善, 可愛, 有義氣 但不等於你不拜狐仙 我現在親口問你一句, 好嗎? 真的, 坦白說 你有沒有拜過狐仙? 我真的練狐仙 其實真真正正是怎樣我都… 即是故事, 是 她是怎樣, 是什麼, 我都不知道 你不知道? 其實你怎麼會拜狐仙 是… 所以我今天林師傅上來 當然真的要問問她 有專家 是, 學業, 是, 專家 是, 因為她說了 她在九寧拍那部電影 當年來香港也沒有人拜 第一, 因為網上傳聞 我一定要看到那個人澄清 第一, 葉子薇自己說沒有拜 第二, 就是林千博… 沒有拜 之前那個年… 九零年是沒有… 香港沒有狐仙堂 沒有… 是 沒有得拜, 那就澄清了 澄清了, 厲害 李鴻是因為你自己努力 只是天生泥質 是, 謝謝… 但不多不少 又有一點, 剛才我都開了 演狐仙, 演, 扮演狐仙的人 是很容易紅的, 為什麼? 這些也是一個姻緣 可能她到那個時候 剛好被她拍那部電影 然後從那裡借小她紅 對, 其實不關狐仙事 我想這個未必關狐仙事 未必關狐仙事 因為狐仙你有求她, 她才幫你 你不去求她, 她無緣無故事要幫你 說到求, 還有什麼人 通常會求狐仙求什麼呢? 會不會是第三者 或者…有沒有這些情況? 有, 是很多第三者想求 但是你很多想求, 只是你想而已 要求不求得到呢? 狐仙是一個神 她會分別誰是對的, 誰是不對的 除非有一些… 你知道人有好人、壞人 就算我們做師父也有一些是正的 有些是為了賺錢, 什麼都願意做的 你第三者是無所謂的 但是你能付錢, 我就做了 師父, 這些案子是拒絕的 我拒絕是為了一定拒絕 是… 這樣說 破壞家庭 說起這件事 我有個女朋友發生在她身上 真的? 對 分享一下… 本來我也不太相信什麼叫狐仙 我女朋友很久認識了三十多年 她跟我說她結婚, 我也有她的婚禮 不久之後結婚了幾年 她告訴我, 她老公突然不回家 她是回家, 知道她變了心 然後查到外面有個女人 然後她就很傷心 傷心當然是… 外面有很多朋友跟她說 她說要是你試試問米 好可愛 她就問米 問米… 她問米, 她問到你老公有個狐仙 在哪裡? 即是狐狸 即是狐狸, 即是狐狸纏著 對, 纏著她 這個女生, 變成狐狸迷迷地 不回家 然後她說… 好像是不太相信 她說你不相信, 你回去看看你家 你的地上有狐狸 然後她叫她搬 她回家就看 然後才發現 原來她不說, 她不知道 回家地上可能是雲石 她突然看, 真是有個狐狸在這裡 即是雲石現了狐狸的樣子 她看到整個地上, 真是說不說 她就沒有留意 她突然問米, 她說你先生這樣… 你回去看看吧, 她說你應該要搬家 她看到, 真是看到整個狐狸在地上 她跟我說, 她很害怕 然後搬了 搬了之後, 沒多久 她先生就回到身邊 很神奇 很神奇 有的 師父, 為什麼呢 假設, 我也想向你請教一下 為什麼這個女人, 她的狐狸 她想要這個男人孤著她 但是她就會呈現在家裡 有她的狐狸的樣子 有些不正當的師父 破壞人家庭的師父 可能幫她做了事 是 寄了一些東西在這裡 寄了下去 是 我也有些客人 她曾經買個櫃回來 以前有牧民櫃, 現在不流行 她都沒事的 她給我一張照片看 問我怎麼辦 整個狐狸的樣子 整個…好像家庭說 買回來是… 沒事的? 沒有的, 是牧民的 等於可能搬的時候 地上是沒事的? 是 沒事的, 整個地上就有了 整個櫃, 我叫她丟掉了 家庭觀眾, 或者很多人 現在看了很多太太 有沒有人會說 我很喜歡這個男人 好嗎? 我就請你們去幫忙 我無論如何都要照顧她 送什麼給我都好 就算你們的兒女不喜歡我 我好像迷了你那樣 給你喝湯, 你就永遠都聽我說 有沒有這些東西? 有這些東西 一般師傅都不會做 有這些東西? 因為你的東西會負責因果 對非你不負責因果 我唯一錢就什麼都要做 殺手都有 是… 但是有因果的 有的, 他們有些不說是因果 他們叫我當作一宗生意 那破局呢? 破局, 怎樣破局呢? 譬如他洗了這些狐狸法術 怎樣破局呢? 你要看它是什麼局 我們一般做一些結界儀式 是 結界儀式就是找粗鹽 找粗鹽 放在家裡四個角 另外上面四個龍銀 四個… 龍銀 龍銀 龍銀和龍銀 一定要相對 那就破了它… 其實是可以讓它不要那麼容易 進入你的房子 但我很想知道狐仙是好還是不好 狐仙一定是好的 狐仙, 但狐妖就… 狐妖就… 狐妖… 狐仙是被人拜, 求靚、求姻緣 我經常被誤會, 狐狸精, 狐狸精 那就是狐妖 狐妖 因為狐妖, 他不會… 你想想, 如果我是狐妖 狐妖想你供奉 他一定不會跟你們說 我是狐妖 一定會跟你說, 我是狐仙… 就會迷你 是, 但一般來說 我也是看前陣子TV一部電視劇 我要向你請教, 我沒拜過 他說拜狐仙要跳脫衣舞 然後放生雞蛋 讓狐仙吸收生雞蛋 林夏威告訴我 不是, 那部電視劇裡面 那部電視劇 是, 我覺得這些有些荒謬 是 因為為什麼正式的狐仙 不希望你… 你這樣簡直是一種… 不得尊敬 是, 反空龍靂 你擺一些邪神就是 或者你不是邪神也好 你喜歡, 只要是你的 你那個人站一個月 要求什麼, 不適合 不會的 正統的師傅也不會這樣做 我聽人說, 拜狐仙是否化妝品 是… 化妝是不是? 這個有了… 這個有, 護膚品 因為它要… 護膚品 它要漂亮, 對吧 拜完之後, 你就拿回去用 曾經有些是做美容的 對, 我想說這些真的很有用 拿來拜拜完之後 拿回去跟別人做 或者用那些化妝品 就可以容光滿髮勾到那些男人 不, 不一定可以做 意思就是你用了下去 他會覺得旺, 是嗎? 對, 旺 那個氣色很滑 會教… 那你不用… 不用再… 什麼…現在的什麼儀器呢? 對, 不用了 什麼蝦符那些不用了 三位女主持有興趣嗎? 有興趣是什麼? 不, 不如讓她們貼到符才好 對, 介紹一下 這是什麼呢? 這個… 其實這兩條是一樣的 只是… 就是拜狐仙還是會給這個? 狐仙符 我們給觀眾看看 我幫你拿著這個 這個是藍的 你看到有個魅力的味道在這裡 對 但是什麼時候會用到這道符呢? 這個是男人用的 男人用的會怎樣? 會使用魅力… 但是… 例如我想用, 我會放在哪裡? 我沒來自行貼在這裡 對, 我會放在那裡… 很有魅力的, 師長 很漂亮, 漂亮得不得了 怎麼貼在這裡? 貼在你那裡有魅力? 不是貼在我那裡 我可以接一個給你看 通常會放在哪裡? 在袋子裡, 放在銀包裡 放在銀包裡 你貼在這裡, 這裡有兩條都不理會 放在銀包裡會怎樣? 整個人會增加活力嗎? 活力, 人緣, 你要不要第二段恩緣? 來, 給我過來, 來 拿出來 你要不要第二段恩緣? 你也要接一接嗎? 通常會接一條符 這個是給女士的 是嗎?這個… 有 這是男士 這是魅力的魅力 這是給女士的魅力 對, 多謝師傅, 謝謝師傅 有魅力… 這個是女士的 你立刻搶著要的? 師傅, 這個是不是男士的? 這是什麼? 這個 做了之後會… 這是男士的 這是男士的 多些人喜歡你 但不是邪術 不是, 這個是送出來的 又不是收錢 謝謝, 否則 這是要拜護師的嗎? 拜護師的… 拜護師的, 你喜歡就請 觀眾緣可以嗎?師傅 可以的 你要多貼一點 那我先保持在這裡 好, 當然, 稍後回來 我還有一個故事 當年你在家和拍戲, 是嗎? 是 我曾經在家和遇過一次狐仙 遇過, 對… 我想向林謙博師傅說 原來狐仙我上次遇到 我覺得他很好人 他好人在什麼呢? 我在拍攝家和的電影 我遇到他, 他還告訴我 梁師傅, 你一個月之內 你會撞車三次 但我教你做一件事 你就可以遇過這三次的難 那就是其實狐仙是好人 他教你坐地鐵 好鮮, 是 他教你坐地鐵 不是 大家如果想聽的話 我有一次跟林謙博師傅 又是看到狐仙 我見過兩次狐仙 究竟看到狐仙會發生什麼事 而那次我在家和片場 發生什麼事 當然, 休息一會回來 我一一告訴大家 我們從來沒試過 廣告時間這麼開心 歡迎大家繼續收看 這個直播的零接觸 黑白無常, 先問你們 有什麼事? 是, 我們MyTV Super的幸運兒 就是SO 她說她跟先生這十年的運財 也很差, 運財也很差 影響家裡的小朋友 想知道怎樣可以改運 是, 就是師傅點算的幸運兒 師傅點算的幸運兒 Facebook這邊的幸運兒 就是Jessica Learn 她說自己失業已經有一年多了 想問問師傅, 問前程 以及什麼時候可以找到工作 恭喜你們這兩位幸運兒 只要星期六登入MyTV Super 直播零接觸專區 就會有專人去解答你們的問題 還有我們的名額還有很多 所以請各位觀眾踴躍留意 加油… 好, 多謝… 多謝大家支持 反應真的相當好 大家繼續多點用嘗試 這個新互動體驗 跟我們一起互動, 好嗎? 好, 剛才答應了你 你當年在嘉華拍戲 我也在嘉華拍戲 我當年拍誰呢? 就是成龍的一套奇蹟 真的奇蹟 真的奇蹟 我拍到差不多了 就遇到一位女藝人 這位女藝人 原來後期我問了很多師傅 很多人都知道他是狐族的人 狐族的人, 好嗎? 他看到我 你知道那一群 那一群, 妹姐, 成龍 你休息的時候 他突然進去 他說師傅, 你過來吧 那我就過去了 他說你接下來 多少月多少日 至多少月多少日 你會撞三次斜 我當時嚇到我呆了 對了, 不過這樣 他說由於… 就是說我有什麼保護 有一個神仙保護我 你經常都說 有一個神仙保護我 不知道是誰神仙, 好嗎? 好, 好吧 他說你會三次, 車都會破壞 但是你人沒事 那又沒有發生嗎? 終於那個月開始發生 而第一次是怎樣? 我自己開車 就真的撞了, 但是人沒事 那就算了 第二次我坐在電視劇的時候 我拍一部電視劇 叫做《易不容情》 就是外景車 整部車套路港公路反轉了 你有沒有說? 整部車人, 全車人就送… 當時你有沒有想起曾經說過這件事 有, 我後來真的沒有開車 也… 擔心第三次 第三次就慘了 我現在跟那位的士哥哥對不起 我想我是上了車 他真的撞車 他整部車都貶了 但我又沒事就下車了 很神奇 後來我就跟別人說 他說你遇到狐仙 他說那個女藝人 是很早期的狐族藝人 他的樣子也像 他樣子也像… 他很像 我很想知道你那個 有沒有再撞他 或者有沒有機會報答他 或者謝謝他 我就… 我很老… 因為現在人家已經適應了 真的… 這個就是我自己很特別 但有一次跟林師傅上到百花林 飛鵝山 飛鵝山, 百花林 拍攝, 請狐仙 誰知道那次狐仙上了我身 我自己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去告訴你嗎? 不是, 有相片 我也不知道 你看, 這個就是在國內瘋傳 是我在電視的時候 那隻狐狸在我身上 你懂得白光 後來你知道我… 我又沒事了 你有沒有感覺? 沒有, 所以狐仙有時候 我覺得也是好, 真是… 但在你身上對你很好 狐仙對你很好 你經常有這種狐狸在身上 一直都很好 所以你人緣就說 你沒有拜狐仙 最重要是多些觀眾看我 觀眾要好一點就行了 有沒有狐仙不要緊 好, 師傅 我經常說做直播節目有型的好 我收到一位家庭觀眾 發了一張照片給我 剛剛發給我們 就說他住在那個附近的北角 他對面那間酒店 雲石上出現了狐仙的樣子 真的很像, 我看過 是嗎? 我看過很多次 你看過很多次是嗎? 但現在沒有了 拆掉了 他說他會不會對他們那頭有影響 因為我這麼多次看 我覺得沒有太大影響 對 所以人家住進去都沒有影響 但這個酒店的前身是沒有… 雲石是沒有事的 為何會突然呈現狐仙的樣子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看過就已經有了 你看過已經有了 我在無語中發現了 即是儘量我們裝修的… 不要用雲石 雲石… 每次都是雲石 你用雲石… 木板、木板… 那些比較多, 是嗎? 但裝修沒有雲石 沒有木板, 沒東西可以放 是的… 我可以看 有一個客人買了… 有一塊薯頭的, 不知道用來浪茶機 那類的 那塊薯頭也會… 它擺一擺一擺, 整隻狐狸 我回到現在不知道我有沒有在這裡 有, 你給我… 那塊薯頭在這裡 有, 我拍照片 好…我跟著分享給觀眾看 整個薯頭都是狐狸的樣子 電話旁邊有人拜狐狗 而能幫到自己的媽媽 他打電話給我們 電話旁邊有Ben 你好… Ben你好… 我有點時間 你快點把你的故事告訴我們 你怎樣拜狐狗幫你媽媽 我本身去拜狐狗 其實是為了自己求恩怨、財運 我拜伴的時候 我媽媽開始病 病毒, 就一直去拜狐狐狀 拜伴的時候 馬上上再來 我最後三個月 是不需要再吃任何高血壓藥 跟糖尿病藥 都不用再吃了 那是應該沒可能的 很開心地去拍攝了 還有一件更大綵就要 crus 可以給觀眾分享吧 我喜歡聽做那些 直接包 是的, 因為我們… 我們 な KAT 是16歲的 他已經先上去拜護 他有一次上來的時候 就流口水鼻涕地衝上來 拍到其他詮信 有些人躲起來,有些人先走了 師姐見到之後就立刻走進去 問他甚麼事 他就立刻突然變成一把男人的聲音 就跟他說,我要去死 師姐就立刻跟他… 我現在就跟他聊天 然後就問他,可否化解 跟著就跟他唸咒語 唸阿經 等他舒服一點 等他舒服一點之後 他離開了胡仙壇 之後第二次我們見到他 他再上來的時候就說要還神 我就問他上次甚麼事 他就說,他一個前男友 養鬼仔的前男友 下去降頭 然後搞得他很不舒服 接著我就說,那你為甚麼上來還神 是 他就說,胡仙上去身 幫他跟他的席位打架 胡仙大鬥妖魔 是 是,就是一個劇情 是,我們聽到也很惡然 接著就… 展轉間搞了半年之後 他再上來的時候 他就說沒事了,已經走了 我用半年的時間說真的 然後我就問他,有否其他事發生 他就說,其實胡仙會急不時上去跳舞 我們很奇怪 然後叫他拍些視頻來看看 是 然後他就說不行,不准拍 每次他自己都想拍的時候 也不給他 是 接著有一次,他突然上來 今晚我又在這裡 他就無緣無故跳舞 是 其他事實上也看到 就想… 全部都打算看到 就會拿起相機拍攝 打算拍攝片 他就立刻停在那裡 不讓拍 不讓拍,我們照看 看完他跳完整隻舞 很漂亮,很驚美 就是胡仙上了身 是 我打算問師姐拿一些視頻來看 誰知道那段期間 那個視頻是完全不同的 看不到 是 就是那段期間 視頻也是這樣 視頻也是這樣 你真的有難過,Ben Ben,謝謝你… 謝謝… 謝謝你的分享 師傅,你說葉子媚 如果再拍戲會紅,是嗎? 是 是,謝謝… 不如快 要快 要快 什麼時候? 立刻說 明天… 不是,不想不急 總之今年的下半年 明年的上半年 一定要接 有東西就要接 一定要接,對,接氣 還有,又上了這個節目 是 更加好 很多觀眾喜歡你 謝謝… 有什麼夠快呢? 拿禮物夠快 每集只要看就可以拿到禮物 好,立刻公佈你的題目 是,我重複一次的題目 就問Darren 如果Darren是拜狐仙的話 希望狐仙可以保佑他什麼呢? A是成為財神 B是成為男神的 答案是B 因為如果我要做男神 你真的要先找神仙 好,各位得獎者,恭喜你們 我們會有專人聯絡你們 而得獎名單可以在我們 在TVSuper那裡找到的,恭喜 恭喜 恭喜… 今晚多謝林千博師傅 多謝… 紫薇 多謝你… 謝謝Amy… 多謝大家… 你知道我有很多朋友 有一位朋友上來挑戰我 他說他自己是鬼猴 他說要上來挑戰我是什麼呢? 鬥港鬼猴,誰夠恐怖? 究竟是誰呢? 關保衛,他說要上來 下一集除了關保衛之外 還有皓雲師傅 不如這樣,約定大家下星期一 究竟我的經歷比較恐怖 還是關保衛比較恐怖呢? 到時候約定大家下星期一 準時九點半再見,再見 拜拜 拜拜 再見 再見